外交互动处于急动状态的美中两强 有没有荣兵的机会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跟中国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6号在瑞士进行高层会谈 双方长达6个小时的对话 到底谈了些什么 大家都想知道 这两人会谈后 并没有召开联合记者会 白宫方面只有短短发出 175字的说明稿 内容完全没有提到 美中元首年底将举行 线上峰会的约定 只强调苏利文针对台湾 新疆人权 香港南海以及贸易问题 正面直接的向杨洁篪 表达美方对中国争议行动的关切 另一方面 中国各级官媒却用上 罕见的正面态度 肯定这一次会谈 是美中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接触 同时中国军机接二连三 侵扰台湾西南空域 后续效应持续扩大中 拜登总统说 北京当局应该遵守台湾协议 国务卿布林肯更是公开表示 美国对台湾承诺 坚弱磐石 呼吁中国大陆停止破坏和平的行径 就连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英国 也批评中国大陆的作为 无助于区域稳定 虽然美中无论在政策或者方针部分 并没有改变各表立场的传统 但美方资深官员透露 美中双方原则上同意召开视讯高峰会 但拜袭连线会成真吗 今年底见真章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扰乱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中国军机连续几天清潮而出 台海安全情势迅速攻占世界主要传媒版面 人在巴黎参加OECD会议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点名中国危害和平 布林肯用介入磐石形容对台承诺 并强烈敦促北京 停止针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压迫 在布林肯郑重表态前 美国总统拜登被追问 如何看待中国军事挑衅 雨待模糊表示 习近平只能遵守协议 没有其他选项 拜登上任以来还没跟习近平同框 只通过两次电话 一次2月11日农历新年 一次在9月10号 本来10月底罗马G20峰会 拜习有望面对面 但习近平却临时打退堂鼓 于是华府与北京双方 忙着为拜习张罗线上会谈 媒体捕捉了美国国安顾问苏立文 以及中国资深外交官杨洁篪 出现在瑞士苏黎市的一家饭店 会晨时苏立文提出反对任何改变台湾现状的单边行动 预计年底前拜习视讯会谈 美中又会针对台湾情势展开外交攻防 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朝野两党一致的共识 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兰德兹 与共和党籍参议员英和菲 致函蔡英文总统道贺双十国庆 两人关注共激扰台 也承诺会带领美国国会继续强化台美安全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准备公布战略指导文件 预先披露的内容指明 美国想维系全球海上霸主地位 就要更盯紧中国 尤其是要阻止中国进犯甚至接管台湾 当前正在南海巡航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未来两个星期会联合美国日本加拿大纽澳 一同在南海航行和活动 英国外交部更在台湾记者提问时提出 中国军机在台湾一带的频繁活动 无助区域和平稳定 英国女外交大臣特拉斯上台后 对中国立场转趋强硬 他表示英国正在强化与热爱自由民主国家的同盟关系 以挑战恶意极权国家的影响力 环宇新闻 吴显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5号在白宫表示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台湾 强调双方会遵守Taiwan Agreement 台湾协议 但事实上美中正式交流之间 并没有名为台湾协议的文件 拜登政府有何用意 接着透过环宇新闻点 为您解答 台美中关系依据 拜登5号提及台湾议题 称他和习近平都同意遵守台湾协议 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份文件 美中官方交流和台湾有关的协议 只有三项联合公报 三项公报为上海公报 中美建交公报和817公报 主要内容是美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而对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抱持立场是acknowledge认知 而非recognize承认 在拜登提出台湾协议后 时隔1号白宫澄清 称台湾协议是美国依据 台湾关系法恪守对台承诺 1979年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 为处理断交后的台美关系 推动台湾关系法 由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 由于是以国内法规范 美国对外国政府关系 据法律效力 有分析指优于三公报 主要内容是授权行政部门 继续维持美国人民 和在台湾的人民间 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 借此促进美国外交政策 并为其他目的 它被视为最能体现 美国对台安全承诺 当中就开宗民意 点出此法是协助 维持西太平洋的和平 安全和稳定 表明美国和中国建交 都是基于和平方式 决定台湾前途的期望 美国将严重关切 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 决定台湾前途之举 同时会提供防御性武器 给台湾人民 这也是台美国防合作 及军售基础 除了三项公报 和台湾关系法 还有被视为补强的六项保证 1982年美中签署 817公报时 时任总统雷根口头 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 内容分别为 美国不会对台军售 设终止日期 对台军售前 不会征询北京意见 关于台湾主权 美国不会改变 对台主权立场 应由双方和平解决 不会施压台湾和中国谈判 不介入调停两岸 同时美国不会修改 台湾关系法 也不会正式承认 中国对台主权 2016年美国参众两院 先后通过两项共同决议案 肯定六项保证 和台湾关系法 为台美关系的指引方针 不过此决议案 仅表达美国国会立场 不具法律效力 但由美国总统和国会背书 仍可见其政治效力 回顾美国对两岸外交政策 一贯口径是遵守三项公报 台湾关系法 而对台六项保证 也是台美中交流重要基石 正值台海局势升温 拜登在外交场合 首提台湾协议 也让各界揣测在起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 10月8号将在国会上 发表施政方针 预计将会修订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还有美日同盟关系 详细情况 我们联系给记者图文君 带你了解文君 是主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在8号首次在国会 进行施政方针演说 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2013年所制定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NSS 岸田认为有必要修订 加入经济安全保障的观点 以及保有对敌方基地 攻击的能力 若是顺利进行 将会是NSS首次更动 另外岸田也可能将 同时修订防卫计划 出发点以美日联盟为基础 共同强力推动自由开放的 印太地区并牵制中国 而在经济政策方面 岸田将提出他的招牌政策 新资本主义 也就是对员工加薪的企业 实施减税 提高护理师和看护人员的 所得等等 彻底盘点国民需求 实现他所主张的成长与 分配的良性循环 秘鲁总统卡斯蒂约在7号表示 已经接受总理贝里多的辞呈 而由于秘鲁法律的规范 总理辞职将会自动引发内阁总辞 卡斯蒂约也在当天公布了 新总理还有内阁的名单 并且执行了就职仪式 不过究竟为什么贝里多才上任 两个月就被请下台呢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文君 是的主播 秘鲁总统卡斯蒂约6号向全国宣布 已经开除强硬左派总理贝里多 根据秘鲁法律 总理辞职将自动引发内阁总辞 卡斯蒂约在当日傍晚 也公布了新总理 左翼前国会主席瓦斯奎兹 及内阁名单 并即刻举办就职仪式 就任总理之前 贝里多和卡斯蒂约一样 都是政治素人 但入阁后他目中无人的形式风格 接连在国会掀起波澜 让卡斯蒂约批评 虽然贝里多才上任两个月 但已经让政局陷入不稳 由于他的政府将走温和路线 因此开除这位强硬左派总理 让他下台 而突然就被请下台的贝里多 也不甘示弱 在推特发文说将会反击 还有但您看到新加坡逐渐成为 亚洲加密货币的新大陆 目前新加坡已经收到了超过 170份支付类加密货币的牌照申请 这也看得出来不少拥有华人高阶管理背景的企业 都在新加坡有所布局 另外新加坡也努力想要成为科技企业的上市中心 带您来看我们的特派记者门右诚 来自新加坡的第一手报道 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个禁止比特币交易的国家之后 预料将带动其他国家效法 因此加密货币监管政策相对开放的新加坡 反而成为了新的抵风告 全球监管浪潮之下 虚拟货币的交易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 而新加坡也正逐渐取代中国大陆 成为亚洲加密货币的新大陆 今年5月开始 中国决心打击比特币挖晃以及交易的行为 各个省份侵吞了有将近十年历史的比特币矿场 中国作为世界挖矿中心的地位也不复即在 扩乱之下 加密货币交易也开始进入高压状态 目前西加坡已经受到超过170份支付类 加密货币的牌照申请 加密货币市场前景看好 我们有了一些政府资料 会有至少80%的所有的货币 会有关于软件计划 除了较为清晰的监管 西加坡政府基金也参与了加密货币领域的布局 政府投资公司就投资了两所加密货币交易所 这些举措都让西加坡逐渐成为加密货币的亚太中心 除了过展加密货币当局也发现过去十年当中 在新加坡华牌上市的数量流走下降 而且没办法吸引大型的IPO案 因此当地政府推出了新基金支持 通知澳大型的博物厂产业 我认为新加坡就不可能 在最近的年龄一年 因为有少了一种比较小的股票的投资者 更加费用计划 兼付了针类颁 入口的付款 也应该都会有长期 币来助新加坡保持更多的股票测动 新加坡交易所想要成为科技经验的上市中心 可能需要跨上数年时间 但西加坡市场潜力无限 亚太金融中心的笼统地位 似乎持续可待 以上就是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林佑陈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第一部上太空拍摄的电影《挑战》 看热闹也能看到俄罗斯的野心 备受期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10月8号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接了小 那么今年有329个组织或者个人获得提名 得主将获得高达100万美元的奖金 大约是台币2780万元 包括瑞典气候少女童贝里 白俄反对派领袖 都是今年备受看好的获奖大热门 我们有所有的材料要害怕 我们有所有的材料要去街道 要求改变 因为改变不是只能够 它也要急着 年纪才18岁就相当有改革领袖风范的 瑞典气候摄运家童贝里 备受和平奖评委青睐 今年全球遭遇热浪 洪水以及野火等致命天灾 许多人猜测 对抗全球暖化的气候变迁倡议者 可能是下个获奖者 另外捍卫新闻自由的组织也被看好 今年在缅甸还有阿富汗的政变 都让争取资讯自由和维护媒体权益的组织 备受关注与支持 像是无国界记者组织 以及保护记者委员会等等 都有可能拿下诺贝尔和平奖 而曾经成功预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 奥斯路和平研究中心主席乌达尔 和历史学家史文 则是对这位白俄异议人士 纪哈诺夫斯卡亚相当有信心 白俄政府是全世界上最独裁政权之一 但是纪哈诺夫斯卡亚一名37岁 无意从政的家庭主妇 为了拯救被囚禁的丈夫 并且为950万白俄罗斯人争取自由 而参选总统 即便受到人身威胁 他都没有动摇 也被看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而在疫情间 致力于公平分配疫苗的COVAX计划 也是大热门 COVAX本来是和平奖的热门 但是后来因为疫苗分配速度太慢而被减分 另外还有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以及美国首位参选州长的非裔女性艾布兰 都在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之列 到底是谁将获得这项殊荣令人期待 欢迎新闻图文君纵 俄罗斯在10月5号将一批剧组人员 送上了国际太空站拍电影 抢先了好莱坞明星阿汤哥 Tom Cruise的计划 率先成为了第一位在太空拍戏的演员 而他们一行人将在太空站停留12天的时间 预计在10月17号回到地球 舱门打开 俄罗斯剧组人员一同飘入轨道太空站 脸上满是笑容 因为他们抢先了好莱坞明星阿汤哥的计划 率先成为了首位在太空拍戏的演员 从3000名申请者脱颖而出的俄国37岁女演员 Yulia和38岁导演克里姆斯彭科 5号搭乘联合号从哈萨克 贝康诺太空发射场升空 进入国际太空站 正式展开了为期12天的任务 拍摄全球首部太空电影挑战 确实这是人类首次在外太空拍摄电影 不管是拍摄方式空间环境都是第一次 挑战相当大 演员们的事前准备更是不能马虎 从如何呼吸 失重体验 漂浮训练 还有强化体能训练 到真正穿上太空衣 在模拟太空舱中 试着移动控制方向 甚至喝水 一样都不能少 因为要在太空里生活12天 着实不容易 更有趣的是导演还意外在太空站上 发现两名俄国太空人适合电影中的角色 邀请他们加入这个太空电影 一同缔造创举 全球太空产业竞争激烈 以政府为首的太空预算 在2019年增长了9.5% 达到将近400亿美元 而其中支出年增率最大的就是俄罗斯 年增近四成 德国澳洲都在三成左右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美国 成长动能则多半是靠民间支出 这次俄国成功抢先 成为人类首度上太空拍摄电影的创举 更可以看出他们在航太叶的野心 欢迎新闻土文君综合报导 继续要掌握全球疫情最新发展 累积到7号为止 超过2亿3711万人 不幸染疫身亡超过484万人 首先关注美国 拜登政府宣布 预计采购价值10亿美元的 新冠居家快筛试剂 希望当地快筛能力 可以在年底之前提高三倍 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英国区线在下降后再度走升 最新通报近4万人确诊 相关单位表示 因为国内定期进行新冠筛检的人数增加 将在沿里把原先免费的筛检进行测试性收费 德国单日新增确诊数再度破万 来到1万亿千多例 当地疫苗管理局指出 目前正在研究第三剂加强针 对18到59岁族群的影响 表示政府会依照数据 判断接种疫苗的适合时机 法国区线下探 最新通报4946人确诊 当地卫生单位发布通知 建议政府为前线医护人员 以及协助运送病患和医疗用品的司机 等施打第三剂疫苗 西班牙疫情出现回温迹象 时隔5天确诊数再度破2000 单日新增2303例 不过死亡人数较前一天下降 通报57人 全国累计确诊数快破500万大关 超过8万6千人染疫不治 美国区线波动 单日新增确诊数为福盛生 有10万7千多人确诊 拜登政府宣布将采购价值 10亿美元的新冠病毒居家快筛世纪 期盼让美国在12月之前 把快筛能力提高三倍 日本单日确诊数 在连三天低于1000之后 回升到1126例 不过国内的疫情较7、8月高峰相比 趋缓不少 有防疫专家提醒 民众除了要持续做好防疫之外 也呼吁政府尽快提高国内的疫苗覆盖率 才能有效预防入冬之后 疫情再度爆发 南韩单日新增确诊数来到2427例 疾病管理厅表示18号将开放孕妇接种 辉瑞或是莫德纳疫苗 另外当地的5200万人口中 已经有54.5%的民众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其中有63%的成年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越南区县持平最新通报确诊数维持在4363例 因为疫情已经长达一年半没有开放国际观光客入境 当地的沁河省政府已经在沿里重新恢复国际旅游 届时入境的旅客必须要持有完整的疫苗接种证书 并且接种获得越南核可厂牌的疫苗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数回升到2万2000多例 随着企业从今年初的疫情高峰冲击后逐渐复苏 当地的电力需求不断飙升 工业也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只不过电厂的煤炭库存严重拉紧暴可能面临缺电危机 马来西亚通报9380例 相关单位指出已经有超过八成的成年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另外也有94.6%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印尼区县几乎持平 单日新增1484人染疫 当地整体疫情降温 染疫住院跟死亡人数也在逐步下降 对此当局将松绑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 健身中心将重新开放 同时也开放民众在电影院内饮食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日前他到瑞士的苏黎世和中国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 内容触及了新疆人权以及共激扰台等等的议题 会后有官员透露美中双方原则上同意 让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 在今年年底前来举行视讯的双边会谈 虽然习近平先前已经表明不会亲自出席月底 在意大利举办的G20峰会代表无法跟拜登会面 不过双方仍有机会在年底前举行视讯的双边会谈 这名美方官员透露拜习视讯峰会是在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跟中国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瑞士会晤后讨论出的方案 根据媒体报道 拜登跟习近平已经很久没有见面 博日前双方也就共激饶台的事情进行谈话 拜登也表示会确保中国遵守台湾协议 而在瑞士举行会谈的苏利文跟杨洁篪两人 时隔半年后再度碰面 在长达了六小时的会谈中 苏利文除了向杨洁篪提出 美方对于跟中国共同合作 以因应重大的跨国挑战意愿 同时也就中国在新疆人权 香港跟派出共激侵扰台湾等问题上表达关切 不过两岸关系紧绷之际 却让台美关系更加亲密 美国国会中有不少的挺台湾的国会议员 像是加州39区国会众议员金应玉 向来对于台美关系的促进是不遗余力的 那他表态支持台湾加入CPTPP 同时也表示自己正积极地促成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今年初他才刚提案 希望台湾能重返WHO担任观察员金应玉 受邀出席洛杉矶一场台湾人的聚会 在南加州的侨胞团体中他相当欢迎 台湾出美代表肖美琴 在9月底才刚刚拜访芝加哥的侨胞团体 并且肯定侨胞团体在当地是发挥了草根的力量 对于巩固台美关系有非常大的帮助 事实上身为台湾人的大本营洛杉矶这里有更多的侨胞团体 他们除了是联系感情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那么就是要游说国会众议员 希望他们能够在国会里提出对台有利的方案 并且借此来促进台美关系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洛杉矶举办新众会员聚会 同时也邀请有台派众议员金应玉来聊聊台美关系 才刚结束华山顿的行程 就赶着回洛杉矶参加这场聚会 他是金应玉 美国加州39区国会众议员 含义共和党籍 金应玉常年深耕台湾侨胞借 对台湾议题相当热衷 今年年初他也才刚提案 希望台湾能再以观察员角色 重返WHO 这次聚会他再次提及 同时对于台湾申请加入CPTPP 金应玉持正面态度 除了台湾的国际外交 针对军事防备 金应玉也说 全力支持美国增加军售给台湾 借此来保障台海与亚太间的军事安全 不过目前台湾的当务之急 还是疫苗不足 金应玉也保证将会持续为台湾争取更多疫苗 金应玉说在疫苗爆发之初 台湾尊赠许多防护衣口罩给美国 现在轮到美国帮台湾的忙 乔民也认为目前的台美关系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表示 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 都有有台派的众议员 这也是大家多年以来努力的捷径 台面上的国际地位争取 台面下的草根栗默默耕耘 都是希望台湾能在外交上更上一层楼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陈丽婷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执任期间 曾经禁止公布国内的核弹头库存数据 而在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美国的国务院在5号也首度公开了库存量 截至2020年的9月30号 美军是一共拥有了3750枚的现役 与非现役的核弹头 创下美苏冷战高峰期以来 库存量最低的一次记录 详细我们交给国际中心记者陈范婷来说明 好的主播 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核弹头库存量 截至2020年9月30号 美军一共拥有3750枚现役与非现役的核弹头 相较于2019年少了55枚 比2017年同期少了72枚 同时也是1967年美苏冷战高峰期以来 公布库存量最低的一次 另外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今年1月的统计 包含退役核弹头在内 美国拥有5550枚核弹头 俄罗斯有6255枚 中国有350枚 英国有225枚 而法国则有290枚 而印度 巴基斯坦 以色列跟北韩 一共有大约460枚核弹头 川普执政期间 曾经禁止公布核弹头的库存数据 跟俄国的现役谈判也停摆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 适逢拜登政府试着重启 美俄县武谈判之际 提高核弹头库存量的透明度 对禁止核武扩散至关重要 德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 在当地时间的6号表示 已经选择跟在国会大选中 胜出的社民党来进行三方组合谈判 领军金民党的总理是梅克尔也表示 新政府几乎不可能由金民党组成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国际中心记长 陈范宁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 即将成为造王者的绿党和自民党动向备受关注 而在大选中胜出的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茲 表明已经跟绿党和自民党 就组成政府一式展开谈判 也代表肖茲距离总理大卫又更进一步 我们希望请接近 我们希望新闻 明决定方式开放 记者,党金党和民党都儿党 任何事情 我们已经很高兴 我们已经很高兴 我们已经是这样的新闻 放入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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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對此的國總理梅克爾也坦承 由基民黨組成新政府的機率非常低 陷入困境的保守派領袖拉謝特 還沒有放棄解體梅克爾的希望 但是當地媒體報導 德國人還是樂見社民黨總理候選人 肖茲入主總理府 講到能源近來歐洲能源吃緊 俄羅斯斥資100多億美元 打造的天然氣管線北溪二號 有望能解決能源問題 不過遭到德國政府警告 優求俄羅斯營運前必須獲得批准 否則將面臨巨額罰款 後面看到俄羅斯日前完工的天然氣管線 北溪二號都還沒有正式營運 很可能先挨罰 路由社報導指出 德國監管機構日前就警告 北溪二號要營運前 必須證明符合監管要求 否則將面臨巨額罰款 北溪二號穿越波羅的海 長達1200多公里 預計營運可以讓俄羅斯出口 德國的天然氣量增加一倍 分析指出德國要求符合監管 是擔心俄羅斯很可能違反競爭規則 像是供應商使用管道 很可能遭到限制 事實上北溪二號一直存在爭議 美國就明確表示反對 主要是擔心歐洲很可能因此更依賴俄羅斯 同時也削弱烏克蘭的重要性 因此北溪二號不僅影響歐洲的經濟發展 在政治上更扮演牽制的角色 南亞國家巴基斯坦南部7日經傳了 規模5.7地震也造成至少20人喪命 並有至少150人受傷 可以看到發生到20天色還沒亮 不少民眾蹭黃逃到馬路上不敢回家 就怕再有餘症 而救護車緊急出動 由於受傷人數眾多 許多人只得在醫院外等候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所 這起規模5.7地震 發生在7號早上1月6點 震源深度只有9公里 屬於淺層地震 而震夭在巴基斯坦南部 秘魯之省的赫爾奈市 當地首府回答是 也能感受到明顯的搖晃 而死者大部分是 墻面與屋頂坍塌時罹難的婦女與兒童 目前還在持續搜救當中 但由於震阳地處偏遠的山區 缺乏道路電力和行動通話設施 增加了救援難度 当局警告死傷人數可能再攀升 近日在瑞典傳出青少年弱勢 接種了莫德纳疫苗 出現心肌炎跟心包炎等 心臟副作用的風險增加 對此瑞典公共衛生署建議 12月1號開始暂停 為境內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來施打莫德纳疫苗 而鄰國丹麥隨後也跟進 18歲以下暂停打莫德纳疫苗 根據瑞典公衛署的說法 出現心肌炎跟心包炎等副作用 以年輕男性居多 時間點大約是發生在 接種第二劑莫德纳疫苗之後的幾週內 所以決定暂停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 施打莫德纳疫苗 並建議民眾改打輝瑞疫苗 在當地大約已經有8.130歲以下的青年 完成了第一劑莫德纳疫苗接種 所以他們也暂時無法接種第二劑 公衛署指出對於最佳的方案 還在持續討論中 鄰國丹麥同樣擔心莫德纳疫苗 會讓罹患心肌炎的風險增加 基於預防措施決定暂停為18歲以下的民眾 施打莫德纳疫苗 替代選項也是輝瑞 挪威也因為境內出現了 接種莫德纳第二劑的30歲以下年輕男性 出現罕見副作用 已經建議民眾改接種輝瑞疫苗 不過有流行病學專家指出 罕見心臟副作用的症狀會自行消失 如果已經接種了第一劑莫德纳疫苗的民眾 不必太過擔憂 因為出現副作用的風險其實非常低 苦等莫德纳第二劑的民眾 終於有機會打到了 疫苗接力抵台 除了今天早上的BNT疫苗 指揮官陳時中也透露 明天還會有BNT和百萬劑的莫德纳到貨 而目前接種第一劑莫德纳疫苗 達10週以上的民眾大約是130萬人 陳時中也承諾 等疫苗到貨後會加速封肩作業 立拼10月22號開檔 88.92萬劑 那今天早上抵台 明天相對的BNT還是會持續再來 那莫德纳也會再來 兩天來三批疫苗大軍捷禮報導 新政院表示本週疫苗累積到位數 有望突破2300萬劑 那麼推算下來 這批等好久的莫德纳可是盛看百萬劑 差不多吧你估算應該是正確 但是正確的數目還是要看那個 真正的入倉數 我們要盡快安排希望在10月22號左右 4月22號左右能夠來施打 百萬劑莫德纳即將抵台 根據統計目前苦等 莫德纳第二劑滿10到12週的民眾 大約有130萬人 怎麼算都不夠那麼混打 同為MRN疫苗的BNT會是另一個選擇嗎 那BNT要混打的話時間可能還要再延一陣子 那不見得會比莫長到第二劑快 BNT還是主力都在打第一劑嘛 我們希望在很快的時間把這個登記打BNT的人 然後第一劑都把它都完成 另外國內本土連續八天 吸引加鄰各界關注國際航空腹肌師 遭突破性感染確診Delta 會不會影響國內的防疫計劃 相關的接觸者密切接觸者都驗過 那基本上也都是陰性 那周邊第二圈的現在也是陸陸續續在驗 到目前沒有陽性的個案 它的定期的資料要明天才會出來 Delta那它跟國內的部分 或國外的有沒有什麼相關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疫調 這邊我們都還會再做進一步的調查 蘇星確診機師目前接觸者採檢都是陰性 但感染源到底來自哪裡 還需待完整定序出爐後才能揭曉答案 歡迎新聞葉秉潔 黃沛函 台北報導 全台KTV終於復業 但是才開放歡唱第三天 各縣市就陸續爆出了違規事件 台中北屯路上有一間KTV 店內20多人飲酒歡唱 警方一查發現根本就是違規營業 彰化也傳出民眾去自助KTV 自行戴酒脫口罩唱歌 各地亂象不斷 警方也承諾會加強尋查 復業店家 也請業者和民眾要自我約束 大批警察入店飢查 因為台中北屯路上這家KTV 還沒通過復業尋查 店內卻已經有20多人飲酒歡唱 鏡頭轉到彰化KTV也有民眾擅自違規代酒 被警察逮個正招 全台灣10月5日起有條件開放娛樂場所 才斷斷三天已經亂象不斷 各地方政府也接連祭出重罰 像新北市金發局就已經訂定 如果沒有申請擅自復業 將處以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還 而如果違反防疫措施 像是只能飲水禁止飲食 全程戴口罩 每組客人需間隔30分鐘等規定 將處以3000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還 KTV現在是說不能有錢 所以裡面就是抽煙也就都不及 依傳染病防治法 以請市府金發局來做裁判 在此呼籲 目前政府針對部分 休閒娛樂業是有條件的解封 而非全面解封 請業者不心存僥倖 娛樂場所好不容易解封 全台各地卻爆出違規亂象 除了警方強力執法 也要靠民眾跟業者自我約束 就怕一不小心又出現防疫破口 華語新聞總共報導 從明天開始可以在各大超商 領取首波紙本五倍券 10月12號也可以到郵局來領取 這兩天全台警力戒備協助五倍券運送 台南就出動了近百名警察 分14條路線 運送價值26億元的五倍券 五倍券明天上路 大家可以上街 好好的在整個疫情控制的情形下 大家漸漸恢復正常的生活 中央送大禮五倍券又來了 10月8號拿著健保卡 就可以到四大超商領取紙本券 10月12則是開放郵局零貴領取 目前紙本預約加上數位綁定超過1600萬人 而護送五倍券也是大陣仗 簡直就像是另類互鈔大戰 每個箱子內依序百滿五倍券 不只出動八個工作人員盤點確認 甚至一旁還有兩名警察盯場 仔細一瞧這核槍實彈毫不馬虎 全台警力動起來 光是桃園出動五三名警力 配送19個路線 台南也派出近百名警力 分14條路線 而且每輛物流車後面 都還有一輛警車協助押運 本局現場安全維護使用警力共98名 令雲嘉南各縣市警察局 均派遣警車隨車借戶運送 總計借戶2890家 約52萬份五倍券 金額約新台幣26億元 這當然不能有閃失 警力借戶滴水不漏 只求使命必達交到民眾手裡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明天就要召開了 勞動部長許明春說 調薪幅度至少3% 不過這個數字讓勞團是相當不滿 甚至搬出了國內經濟成長率攀升 要求基本工資的漲幅 至少要來到6%以上 勞方想要的資方當然是高局反對票 認為利多產業都集中在科技金融 餐飲服務業根本都還沒有 從疫情震盪當中復蘇 一次要調這麼多 恐怕會不堪負荷 3%的話我覺得就是很多勞工 還是會很失望吧 勞工朋友苦哈哈 千盤萬盤就想要薪水往上調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10月8號就要召開 就這麼巧勞動部長許明春可以在會前拋出 調薪3%的說法 這讓勞方很不滿 難道是預設天花板 6%再加碼 2%就來到8% 那這樣子來一個2萬6的一個水準也是很漂亮 當初的證件我記得好像是3萬塊以上 那現在離那個 他現在已經是算第二任已經進入第五年了嘛 那如果說每年這樣3%3%要達到說3萬塊其實還是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台灣目前的低性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幅度能夠誇大一點 勞方認為應該上調到2萬6 因為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3.12% 是工業國家中表現最佳 但基本工資只調升了0.84% 而今年主機總處預估經濟成長率可以衝上5.88% 國發會更喊出突破6% 勞方自然認為工資要跟進補漲 但疫情衝擊之下 這苦日子看不到盡頭 資方可就沒這麼樂觀 所以你調整了以後 假使沒有辦法把這個多出來的部分吸收掉 那那一些資方這些老闆們他只好我繼續的減財源 繼續的讓很多人放五薪假 因為我不需要因為市場還沒有恢復嘛 我的市場沒有恢復我就不需要這麼多的員工 那我不需要這麼多的員工 你又調高了這個價格 我當然就應用更少的人 那這樣反而相對的傷害了這些 目前急需要就業的員工 畢竟疫情當前 利多產業 集中科技 醫療和金融業 但反應消費力最大的 還是餐飲業 服務業 不是所有的服務業都要補貼 有服務業也在這段期間也是賺很多錢的 調整上來的這個部分 對於目前還處於紓困的產業 應該給予救助 甚至於延後的實施 那勞動團體也不要一味的說 我一定要達到多少才行 建議是在三到六 工業的部分困 我們的今年的成長率都非常好 這一封一豪都自助比較 老子雙方沒共識 隔空上演拉鋸戰 最後苦的還是底層的老公朋友 歡迎新聞 江柏惟 林嘉倩 台北報導 第六批BNT疫苗今天清晨又到貨了 在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緊盯之下 BNT疫苗到貨進度大超前 也讓他的聲勢大漲 雖然郭董下一步的動向還不明 但是藍白都搶著合作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力挺黃建廷當秘書長 就被解讀是為了有跟郭台銘 直接溝通的管道 民眾黨私下也是動作頻頻 立委蔡碧如在拜會雲林派系大佬時 更是直接透露 說2024就是郭柯佩 如果民調你高起來 你會去拜訪郭台銘支持你嗎 會啊 三個禮拜前 柯文哲接受專訪這一席話 難道已經埋下郭柯合作伏筆 傳出民眾黨立委蔡碧如 9月下旬拜會雲林藍營大佬 透露2024就是郭柯佩 他是我老闆 再怎麼樣我也是會講 柯跟誰配 這個新聞會不會是假新聞 不是否認到底就是轉頭走人 BNT疫苗到貨進度超前 讓郭董聲勢水漲船高 最近臉書上每一篇貼文 暗算人數都在10萬上下 郭粉逐漸回籠 雖然選總統意願還不明朗 但已是藍白陣營 極力拉攏對象 柯郭佩 這一點我倒是還蠻期待的 到2024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 這中間會不會有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想還是儘管其變吧 不只民眾黨蠢蠢欲動蹭熱度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這回力挺黃建廷當秘書長 也被解讀 是為了修復跟郭台銘過去裂痕 國民黨現在找黃建廷當秘書長 能夠增加跟郭台銘溝通的橋樑 在弄得疫苗的過程中 可以讓一些台灣人民對他有好感 這件事情我認為他一定也有考量過這一點 藍白都向郭董遞橄欖枝 或許也是因為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 最新出爐情感溫度排行 民進黨最高53.19度 民眾黨47.28度 國民黨墊底只有45度 誰能爭取到郭台銘支持 勢必能為選情加溫 也讓藍白搶鍋大戰 在選前搶先開打 今天在總統府前 舉行國慶最後預演 三軍越儀隊整齊劃一的操演秀 是一大亮點之外 也有特技跆拳道高超展演 原住民合唱團展現優美嗓音 另外雷虎小組潘彩 還有史上最大國旗 用吊掛的方式出場 讓現場民眾直呼 真的非常震撼 連續破板再來個後空翻 各種高技巧高難度的 跆拳道特技 讓你在國慶預演一次看個夠 雙十國慶另一個亮點 就是國防部的三軍越儀隊 搭配流行音樂 展現國軍情緒緊臉的一面 鼓聲搭配操演動作 整齊劃一讓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沒想到觀眾台上還有加碼演出 六歲儀隊小神童頗 國慶前最後一次預演原住民合唱團 和中華民國體操隊表演 樣樣都很精彩 大家吹起來都好帥氣 然後呢就覺得好厲害 因為我本身也是會管樂的 中間不一樣的台灣 然後一些我們的戰力 來保衛我們台灣國家 對 然後一些抗議的勇士 同樣採取全兵力模式大秀肌肉 而今年比較受矚目的 有陸射箭二批 飛彈熊三熊二反潛飛彈外 雷達平浦徵搜車 和攻三的右飆雷達車 同樣都是在今年國慶 首次亮相 還有兩架H47吊掛45公斤 重大國旗 讓觀眾驚呼連連 最後還有空軍雷虎特技小組 飛越總統府上空 帶來的震撼110年國慶 精彩客旗 外新聞李文宇 林文宇一團報道 而今年各大百貨的周年慶 時間很巧啊 都配合五倍券時間開跑 各家業者更是打著 要把五倍券放大的噱頭 甚至祭出了超額回饋 讓消費者花五千再送五千 希望可以讓低名 三個多月的百貨業慘況 趁著這波疫情和緩 衝刺年終商機 不管疫情來攪局 10月份百貨周年慶旺季 人潮大出籠 11點營業時間也到 已經擋不住滿滿人潮 一樓美妝專櫃 萬頭鑽洞 幫女朋友買 因為她到明年嘛 所以想說就慢慢看啊 那個數位綁定 可以再加送禮捐 對對對 我們覺得其實 因為數位很方便 然後你綁定完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刷卡 為了搶特會組合 個個都拼了 而且這次搭上五倍券 優惠殺很大 如果是領實體券的話 那就是買五千送五百 那如果是信用卡綁定呢 則是買五千送一千 如果再加上底用金 還有贈送的優惠券 那回饋率最高 會超過百分之三十 商品的特會組數 我們有準備的八十萬組 那如果加上全館 其他的特會商品呢 至少有百萬組以上的 一個特會組 加上五倍券的一個優惠 那今年應該是史上最強的 一個週年慶 我們也希望說 今年的週年慶 在18天裡面 可以做到20.5億 成長1% 對 我應該會拿紙本 然後可能零到紙本之後 應該是下禮拜之後 會再來買 畢竟這部疫情緩和前 百貨業歷經 三個月的消費空窗期 五倍券來的正是時候 讓週年慶大打回饋站 紅匯廣場回饋最吸金 滿3000元送500元 優惠超過16% Global Mall和天母大業高島屋 負責是加計點數回克率 最高沖上50% 成品更狂 含出限定期間 買5000送5000 五倍直接變10倍 要把五倍券放大 也希望讓悶了好久的業績 翻倍再衝高 環宇新聞 江波瑋 林嘉倩 台北採訪報導 那搭配中央推出的五倍券振興 北市也推出雄好券加碼 原定昨天截止8號就能進行抽籤 市長柯文哲也信誓旦旦保證 絕不延期 結果卻在昨天下午宣布要延後一週 除了因為議會預算來不及通過之外 北市府考量110萬份的雄好券 目前只有70萬民眾完成登記 延後一週有助於衝高登記數 其實這也讓參與的民眾無沙沙 原則上還是10月8號準時抽籤 所以我們還有 還可以拼到今天晚上 還信心滿滿說10月8號雄好券抽籤 不會延期要大家盡量登記 但幾個小時後 市府卻緊急發出新聞稿宣布延後一週 到底怎麼回事 其他縣市都比較都沒有沒有這麼 也不是10月8號上線 後來議會議是說把它準備好一點 我也同意 因為我們還希望把那個雄好券去申請的人數 還是要高一點 還有參加墊加多一點 抽籤臨時喊咖真的是有些拉菜 因為雄好券原定10月6號登記截止 8號抽籤 下午3點防疫記者會時 柯文哲也信誓旦旦說絕不延期 甚至還要抽第二波 但短短兩小時內卻大轉彎自打臉 緊急延期10月15才要抽獎 其實一大原因就是雄好券墊付預算卡關 那預算程序審查就是要經過委員會 跟大會通過才算數 那市府是希望跳過這個程序 先用墊付的方式 也就是先用了以後再來由議會追認 但是議會認為說這樣的程序是不合理的 如果市府想要趕著在週五前上路的話 就變成必須非法強行通過 但是議會不可能配合做出這樣的事情 程序與法部合外 恐怕也是因為110萬份雄好券 目前只有70萬的臺北通會員完成議院登記 在那個住宿券的部分其實已經通過了 不過在文化局還有產發局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些法案的內容呢 這議員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質疑的地方 那順延一週呢 其實對於我們把人數衝高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民眾參與度不高 議會也無法保證 一週後預算就能如期通過 也讓雄好券從議院登記到抽獎發放 充滿變數 環境新聞科冠陳廖平均 以太會報導 10月8號明天五倍券就要到手了 接下來還有雙十廉價人潮出籠 台中購物節也搶先開跑 市長盧秀燕喊出發票登陸 就可以抽千萬豪宅 希望可以刺激台中的消費商機 而這一波搶商機的熱潮 就連這個傳統市場都加入 寄出只要拿著五倍券到場消費 就免費送你魚丸 消費券來都有打820 假期甜不辣大聲叫賣 128號五倍券就要到手 現在搶商機 連傳統市場都要來參議咖 比以前更便宜啦 我很希望用消費券 在這種傳統市場的消費 台中的第五市場祭出五倍券大優惠 消費滿兩百元 讓你任選一斤半的魚丸 若再加三十元現金 再任選甜不辣跟魚丸各一斤 今年這麼近秋冬來 秋冬本來市場比較旺季就對了 所以我鼓勵 今年應該絕對超過三千 就是四位支付 就可以參加這個 經濟部辦的大禮包的抽獎 消費者紙鈔來指定也都用 攤販沒有辦法收到大面額找零 他沒辦法找零 主要是他沒辦法找零 所以最好就是要付小面額的 有五十一百的 這對這種小商販會比較 可以有辦法收 就是看準五倍券要出籠 台中購物節也搶在 雙十廉價前起跑 月月抽百萬 加首抽豪宅 兩個月活動 上網登錄發票 就有機會抽千萬豪宅 甚至加碼抽iPhone13 將近三億元 超過三億元 要來做現金發放 現金抽獎的活動 最大獎一樣 比照我們前兩屆台中購物節 就是豪宅 搶公益後五倍寸商機 從小攤商到大型購物商場 通通動起來 歡迎新聞 洪世成慧宏 劉劉佩婷 台中報導 再來看到南科進駐台南事後 也吸引大量外移人口進駐 加上基礎建設逐漸完善 竟然也讓台南房市熱度是持續升溫 根據統計 台南今年第三季的買賣移轉動數 達到了6640栋 首度超越淡黃區的台北市 過去一年 台南的住宅平均三價漲幅也超過一成 讓不少在地民眾大喊 實在是太貴了 台南永康隨處可建工地行建案 住宅聚落成型房市真的好熱 吸引不少人搶著進駐 離南科也近 離市區也近 所以說這邊的 大家可能都會以這邊首選 一戶三個家庭坐 住在一起 想要買 買不起 前年跟今年賺很多 一句漲很多 真的說出幾層民眾 買不起房的新鮮 根據調查 今年以來買賣移轉動數 都不斷攀升 以淡黃區的台北來看 一度超過8600戶 但第三季卻降溫直落 6371戶 不過交易移轉向來落後的台南市 卻在第三季以6640棟 首度超過台北 觀察台南去年5月住宅 平均單價16.5萬元 今年6月最新價格 已經沖上18.5萬元 短短一年漲幅超過10%以上 但同一個時期成交天數 卻從81天縮短為44天 房價越貴卻賣得越快 薪水待遇可能也比較好 所以說他們在台南自產 這個部分來講 可能比較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但是以原生在地的台南人來講的話 突然間想要買房子 就會覺得說 哇 房價怎麼會突然間標這麼高 這幾年來南科還有台積電的一個設廠的效應 加上台南市有很多的重劃區 還有像北環的一個高價道路的一個建設 那帶動了很多的交通的便利性 外移人口在這幾年光是新市還有上化 就成長了4萬多的人口進來 房價跟量不要齊陽 最好是量增加 價不要漲太多 市政府還是密切注意這個房地產的供需情形 而且積極建制社會住宅 有南科題材讓駐台積電而居的議題大發酵 台南房市強強滾 城市發展與房價漲幅拉扯 怎麼平衡考驗執政者 二日新聞陳燕 魏宋軍營 白雲飛 台南報導 中國軍機大規模擾台 引發各國關注 總統蔡英文也利用接見法國友台小組 和澳洲前總理機會 感謝各國關切台海和平與穩定 力挺台灣加入CPTPP 一一拱手打招呼 總統蔡英文府內接見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 我要感謝法國在國際場域 關注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我們會持續善盡國際成員的責任 確保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辦搜特種大授清雲宣章給理查 成績再度強調 感謝各國關心台海穩定 特地飛一趟 力挺台灣的還有他 我們已經正式申請加入CPTPP 希望持續的強化台灣跟澳洲 以及台灣跟世界的經貿的連結 親自感謝歐洲前總理艾波特 尤其近來中國軍機頻頻輕擾台灣 這些國際上的好友 用行動向中國說不 而美國總統拜登也強調 美中都會遵守台灣協議 不過這個台灣協議不同於過去 美國對台依循 美中三公報以及台灣關係法 這回拜登創新名詞 對台方針是否跟習近平有新共識 這個台灣協議 但這個A是消息 並沒有在過去拜登的口中 真正說出來過 所以難免有些人會懷疑說 是不是拜登跟習近平之間有了什麼 譬如說口頭的承諾或協議 是關於台灣的 是拜登總統他本身的用詞呢 可能讓一些人造成了一些這個誤會 這台灣協議到底是什麼 引起台美中三方討論 就怕引發爭議 白宮趕緊澄清 台灣協議 就是恪守台灣關係法下的對台承諾 但如果美中雙方對台政策 真的有共識 外界也不解 為何進來中共擾台的情況 反而更加嚴重 加大這個巡弋的力道 其實有部分原因 是針對美國還有英國等等軍艦 在台灣的周邊 甚至在巴士海峽 做的這些軍事動作的一個回應 台灣協議這個名詞 也許不應不存在正式的協議 或法律文書 但是針對台灣必須和平而穩定 這個舉世共識 是拜登要向習近平所傳遞的 重要要求跟訊息 拜登依據台灣協議 擾動台美中三邊關係 南岸關係的變與不變 台灣朝野密切關注 歡迎新聞另外 與李文玉台報導 中國軍機在10月短短5天 擾台架次已經達到了150架 外界就分析了 除了要升高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之外 其實背後還有其他原因 我們請凱中幫我們來整理訊息 好 如果最近共機是頻繁擾台 那說表面上是針對台灣而來 私底下中國似乎也是想 藉著協台動美 來轉移中國內部 對共產黨的政治壓力 我們就帶你從四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就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 就是缺煤限電 因為中國高度仰賴煤炭來發電 不過煤炭短缺也造成了煤價節節上升 再加上去年的時候 中國就因為政治因素 禁止進口澳洲的煤炭 沒有了煤炭就會缺電 那缺電所以中國也必須執行 能耗雙控的政策 但是這個政策一出 的確是重創工業還有民生需求 再來就是經濟成長放緩的部分 中國房地產巨擘恆大集團的債務危機 是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震盪 甚至還出現了 可能成為中國雷曼時刻的聲音 那還有汽車銷售放緩 零售額遠低於市場預期 再加上工業生產腳步慢等等 等於說從消費到工業投資 中國的全面經濟成長 都是呈現放緩的趨勢 那專家也分析了 今年剩下時間 中國經濟仍存在進一步下滑的風險 接著最近中國呢 也是加強對民眾意識形態的管理 也就是加強管控他們的思想跟生活 像是整頓娛樂圈 就是先針對獵雞藝人來下手 比如說不得假唱 還有杜絕女性化男藝人的畸形審美觀 還有加強他們的政治正確等傾向 另外也寄出了電玩禁令 就是限制未成年在周末 玩電動玩具的時間只能三個小時 那這個禁令一出呢 家長們也是議論紛紛 可以看到從這些內部的原因 的確讓中國呢 民怨是逐漸升溫 另外還有外部的原因 也就是國際間大打反中牌領頭羊 就是這一位美國總統拜登 他找來印度日本還有澳洲 展開了四方安全對話 目的就是要組成抗中聯盟 歐洲國家部分 又德國 英國 法國等國家 是紛紛力挺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所以由內到外的這些壓力夾擊之下 中國勢必得使出一些軍事手段 來轉移壓力 也好像中國的民眾 展現他不退讓的決心 我們就進一步來探討 最近政壇藍白兩大在野黨 積極在拉攏郭台銘 那綠營黨內呢現在是炮聲隆隆 從紓困到武備券 以及最近的高鐵宜蘭秀站 都出現了說黨內派系聯手 在炮轟執政團隊的情況 這是因為總統蔡英文已經進入第二任期 所以現在各個派系不再尊英了嗎 還是說呢明年地方選舉快到了 為了延續派系的利益 必須要向基層的民意克龍 帶您來看今天的我們這麼說 News Talk 他現在來講的話 他很難再駕馭這個黨 就等於對他來講 就是存著一個表面上的 一個扶他嘛 因為畢竟還是總統 可是他該分的官位都分啊 你會發現到其實蔡英文在這一任期的 人事主導權遠不如蘇貞昌嗎 基本上蘇貞昌全部卡住了 全部他在一手在操辦 講說他已經提前跛腳 這句話我覺得非常接近了 一開始就說沒人敢把總統給嘛 你知道連陳時中都不敢逆時中嘛 但是現在的時候其實 小英他的威望已經在下降了啊 政績也不怎麼樣嘛 如果他們不出來講話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他們自己在選民之間的這樣子的支持度啊 甚至於這個民進黨搞不好整個會跟小英陪葬啊 所以他們事實第一個是要保命啊 第二個是進一步要去搶這個縣市首長這個部分啊 那小英如果沒有總統了以後那怎麼辦呢 那些一定是訴訟不勝算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現在的緊張是這個 大家已經在準備就是後小英的時候怎麼辦呢 明年的選舉沒有什麼派系的問題 只有團結 我相信在整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這就是民進黨大鳴大放 大家都能夠透過不同的機制進行討論 但是最後如果排版定案 我們該怎麼樣的一個選舉策略 大家怎麼團結一個方向就是要贏 場面到底是不是很難看 他不在乎了 那他們當然是彼此之間爭地盤啦 爭什麼等等之類的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本來就是派系起家的嘛 派系之間的鬥爭啦 我想國民黨千萬不要學 人這個鬥得太太兇了 高鐵要到宜蘭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設宜蘭站還是設四城站 老實講在這個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有一個叫四城 當然大家就會想說跟草地皮可能有關係啦 結果就很難看啦 那就是派系接入草地皮啊 這裡面有點微妙就是說 因為小英現在基本上是結合正國會來對抗這個新潮流 那你看到這個高鐵延伸宜蘭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但是這個捷骨眼林熙耀出手 林熙耀到底是 他是小英的人還是新潮流的 還是他出來放毒 你知道我是想說是不是在借刀殺人啊 但是小英總統必須要講清楚啊 啊因為如果會痛 你用打的會不會痛的話 你叫他哀都不能講嘛 所以現在是正國會當然是滿腹子的不高興啊 我覺得這不是問題 討論過程有任何的爭議 最後還是會有一個方向 只要是會擋好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彼此容忍彼此接受 這絕對沒問題 那只要是大家能夠有共同的目標 那當然就一定會團結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週六晚間九點 我在晚語全世界2.0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晚語新聞台 明星期間